Syforce 來開槓 這集要來談一下 普拉布幕跟電動布幕 大家有覺得 投影布幕好像沒什麼差別 知名錯了 吃小小一塊布 學問很大 它上面會有很多化學的塗層 那也就是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 從大布幕 它並不會做得很大 100吋 然後120、135 多大概到120吋左右 怕你又做得太大 拉久了 它一樣會產生不一致型的方式 這個布幕呢 就100吋、120吋 甚至更大那種 200吋、300吋、400吋的布幕 其實基本上還是都有的 移動的布幕呢 當然也有分氣壓式 輕線一毯放在地上 輕線一毯拉起來 它就可以是氣壓式的布幕 三腳架的布幕 三腳架布幕呢 當然你還要去現場再塗裝 這些都是比較移動型的布幕 好嗎? 萬能是由此? 第三腳架布的布幕 那包礦布呢 布子也有差別 就是說它的增益質 有沒有提升 它的塗層 是採用何種的化學塗層 這一些 玫玫角角 其實分類很多 今天 產生出來的效果 我感覺了 真的 無意就是一台電視投影機 而且呢 你又搭配上超短焦的投影機 尤其是雷射投影機 一組起來大概會是在幾十萬左右 影像還是非常的清晰 而且漂亮 就是我們只要兩塊 木銅針紙的桶化木來做比較 桶化木針紙比較高的部分呢 我們採用了比較低階一點的投影機 桶化木針紙比較低一點的 桶化木呢 我們採用了比較高一點的 來做投影 兩台投影機下去做比較之後呢 這支比較高的桶化木 這個財寶版影像解析 都提升了很多 這畫桶化的部分呢 它並不是一定只有超短焦可以用 只短焦 或者遠焦 也都可以來做使用的部分 感謝您這一集的收看 也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在下面按個鈴鐺點閱台七小鈴鐺 感謝您的收看 謝謝 掰掰 再見 σου贏的影片 我們聽說